官宣之后,徐凯和谭松韵的未来将如何发展,这是粉丝们最为关心的问题。 根据一些媒体的报道,两人已经接到了多个合作邀请,未来有望在更多影视作品中继续合作,粉丝们对于他们的期许不仅仅是继续合作拍戏,而是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,能够在现实生活中见证他们走向婚姻的殿堂。 娱乐圈的爱情常常因为各种原因而面临考验,但粉丝们相信,只要两人真心相爱,就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。 走到最后,随着恋情的官宣,两人私下里的甜蜜细节也逐渐被网友们挖掘出来。 原来,徐凯和谭松韵在合作拍摄某部电视剧时就已经因戏生情,只是当时为了不影响剧集的宣传和播出,两人一直低调地保持着这份感情。 据知情人士透露,在拍摄期间,徐凯和谭松韵就经常在一起讨论剧本,交流心得。 两人不仅在戏中默契十足,在戏外也是无话不谈的好友,每当拍摄结束,两人都会一起回到酒店,继续讨论第二天的拍摄计划。 有时,徐凯还会亲自下厨为谭松韵准备晚餐,两人的关系也因此日益升温。 而在日常生活中,徐凯和谭松韵也是甜蜜满满。 他们经常一起逛街,看电影,吃美食,享受着属于两人的甜蜜时光。 每当有媒体或粉丝偶遇他们时,都能看到两人紧紧相依的身影,甜蜜的让人羡慕。 徐凯和谭松韵的恋情官宣后,粉丝们纷纷表示支持和祝福,许多粉丝表示, 两人无论是从颜值还是性格上都十分般配。 他们的恋情简直就是天作之和,终于等到你们官宣了。 祝福你们一定要幸福。 徐凯和谭松韵真的太配了。 希望你们的爱情能够长久。 看到你们这么甜蜜,我也跟着开心。 期待你们未来更多的作品。 粉丝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留言祝福,表达着对这对新恋人的美好祝愿。 当然,也有部分粉丝表示有些意外和不舍。 毕竟,徐凯和谭松韵作为娱乐圈中的当红明星,他们的恋情一直备受关注。 如今两人突然官宣恋情,也让一些粉丝感到有些措手不及。 不过,大多数粉丝还是表示理解和支持。 毕竟,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,只要他们幸福就好。 徐凯和谭松韵的恋情官宣后,也引起了媒体们的广泛关注。 各大媒体纷纷派出记者前往现场采访,试图了解更多关于两人恋情的细节。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,徐凯和谭松韵都表示非常珍惜这份感情,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。 他们表示,会继续努力工作,为大家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。 同时,他们也会珍惜彼此的感情,共同经营好这段美好的爱情。 媒体们还从两人的社交媒体上挖掘出了许多甜蜜的瞬间,比如,徐凯曾在微博上晒出一张与谭松韵的合照,并配文最美的风景,是与你同行。 而谭松韵也在微博上分享过一张徐凯为他准备的晚餐照片,并感慨地说,有你在身边,每一天都是情人节。 这些甜蜜的瞬间,让网友们更加坚信两人的感情是真挚而美好的。 徐凯和谭松韵的恋情官宣后,娱乐圈中的好友们也纷纷送上祝福。 许多与两人合作过的演员,导演都表示非常开心看到他们走到一起,并祝愿他们的爱情能够长久。 看到徐凯和谭松韵这么甜蜜,我也为他们感到高兴,祝福你们一定要幸福哦。 某知名导演在社交媒体上留言祝福,而曾与两人合作过的某演员也表示,徐凯和谭松韵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和人,相信他们的爱情也会像他们的作品一样精彩。 这些祝福不仅表达了对徐凯和谭松韵的美好祝愿,也展现了娱乐圈中友情的真挚和温暖。 在这个充满竞争和压力的行业中,能够拥有这样一群支持和关心自己的朋友。 无疑是一种难得的幸运,除了当众表白外,徐凯和谭松韵还公开了他们私下的亲密细节。 原来,两人在拍摄电视剧时就已经暗生情愫,在剧组里,他们经常一起吃饭、聊天、散步,彼此之间的默契越来越好。 而在拍摄结束后,他们也经常相约出去玩,享受二人世界。 此外,徐凯还透露了一个小秘密,他和谭松韵有一个共同的爱好,打游戏。 两人经常一起组队打游戏,互相配合默契十足,这样的亲密互动让粉丝们更加相信他们的感情是真实的。 自从官宣恋情以来,徐凯和谭松韵就频繁地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他们的甜蜜合照。 两人时而手牵手漫步在街头,时而相互依偎在沙发上看电影,时而一起品尝美食。 这些甜蜜的瞬间让人看了都忍不住羡慕不已,更让人感动的是,两人在面对外界的质疑和压力时,始终坚定地站在彼此身边。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真爱的力量是可以战胜一切困难的。 徐凯和谭松韵的缘分始于某部电视剧的合作。 在剧中,他们饰演一对姻缘巧合走到一起的恋人。 戏里戏外默契十足,频频上演高田互动,每一次眼神交汇,每一句真情告白,仿佛都在向观众传递他们之间的特殊情感。 这对荧幕情侣在电视剧播出后迅速成为观众热议的话题,许多粉丝纷纷表示希望他们能假戏真做。 然而,尽管绯闻不断,徐凯和谭松韵始终低调处理,没有正面回应任何关于恋情的传闻。 时间回到上周的一场大型明星见面会。 没有正面回应任何关于恋情的传闻,时间回到上周的一场大型明星见面会。 当时徐凯和谭松韵共同出席,在活动高潮时,主持人突然提到两人之间的默契与绯闻。 现场观众秉析以待,期待能从两人口中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,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徐凯舍弃了惯常的打太极策略,微笑着拿起话筒,他深情地看向谭松韵。 郑重其事地说,我知道大家一直都在猜测,也希望我们能在一起。 今天,我想在这里告诉大家,我喜欢谭松韵。 这番话瞬间点燃了全场的气氛,粉丝们的尖叫和掌声此起彼伏。 而谭松韵则显得有些害羞,但随即也拿起话筒回复,其实,我们已经在一起了。 谢谢大家的关心和祝福。 官宣之后,粉丝们对此消息兴奋不已,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祝福与支持。 与此同时,徐凯和谭松韵在私下的亲密细节也逐渐被曝光。 据知情人士透露,徐凯和谭松韵在工作之余,经常一同出现在各大旅游景点。 两人在法国巴黎的甜蜜照片更是被网友翻出,照片中的他们无论是在浪漫的塞纳河边,还是在繁华的湘谢丽社大街上,都是手牵着手,笑叶如花。 甚至有微博小号爆料称,徐凯在拍戏期间常常会偷偷离开剧组,只为给谭松韵送上他最喜欢的饮品。 他们在车内悄悄相会的照片也不禁让人感叹,原来爱情真的会让人变得如此浪漫和用心。 回顾徐凯和谭松韵的合作,每一个片场都是他们情感的见证,两人在拍摄间隙,经常被发现低声交谈,相视而笑。 导演也曾透露,徐凯和谭松韵在剧本讨论和角色揣摩上异常认真,每一个细节都力求完美。 而这种专业态度让他们的情感更加真实可信,剧组工作人员曾经透露,徐凯在拍摄一场重头戏时,尽管身体有些不适,仍坚持完成拍摄。 谭松韵在一旁默默守候,为他递水,调整衣服,甚至在他累了的时候,主动为他按摩肩膀。 这些贴心的举动,让剧组人员都不禁感叹,他们之间的感情,真的超越了戏里戏外。 除了线下的亲密互动,徐凯和谭松韵在社交媒体上的甜蜜表现也时常引发热议,两人在微博、微信等平台上频频互动,互相留言打趣。 公开示爱,几乎每一条动态都能引来大量粉丝的点赞和评论,有一次,谭松韵在微博上晒出了一张烘焙学习的照片,配文,尝试新技能,希望某人喜欢随后,徐凯便在评论区回复道,松鼠,等你哦。 简单的几句话,却充满了甜蜜,让人顿时感受到他们彼此之间的深厚情感,徐凯和谭松韵公开恋情后,粉丝们的反应热烈而积极,很多粉丝表示,他们早已看出两人之间的关系,只是一直在等待一个明确的答案,如今,两人终于官宣,粉丝们纷纷表示祝福,甚至有粉丝组织了一场线上庆祝活动,为他们的爱情送上祝福,在粉丝们的眼中,徐凯和谭松韵, 不仅颜值相配,性格也十分契合,徐凯的幽默风趣与谭松韵的温柔善良形成了完美互补,让人们对这段感情充满了美好期待,徐凯和谭松韵的官宣,不仅是他们个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,也给娱乐圈带来了不小的影响。 众所周知,娱乐圈的恋情往往面临更大的压力和挑战,而徐凯和谭松韵的勇敢官宣,给其他明星情侣树立了榜样,不少业内人士认为,明星公开恋情,其实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,这样不仅可以减少外界的猜测和误解,也能让两人更加坦荡地面对感情和事业。 此外,粉丝们对他们的支持和祝福,也证明了观众对于明星恋情的认可和宽容,官宣之后,徐凯和谭松韵的未来将如何发展,这是粉丝们最为关心的问题,根据一些媒体的报道,两人已经接到了多个合作邀请。 未来有望在更多影视作品中继续合作,粉丝们对于他们的期许不仅仅是继续合作拍戏,而是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,能够在现实生活中见证他们走向婚姻的殿堂。 娱乐圈的爱情常常因为各种原因而面临考验,但粉丝们相信,只要两人真心相爱,就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。 走到最后,随着恋情的官宣,两人私下里的甜蜜细节也逐渐被网友们挖掘出来。 原来,徐凯和谭松韵在合作拍摄某部电视剧时就已经因戏生情,只是当时为了不影响剧集的宣传和播出。 两人一直低调地保持着这份感情,据知情人士透露,在拍摄期间,徐凯和谭松韵就经常在一起讨论剧本,交流心得,两人不仅在戏中默契十足,在戏外也是无话不谈的好友,每当拍摄结束,两人都会一起回到酒店,继续讨论第二天的拍摄计划。 有时,徐凯还会亲自下厨为谭松韵准备晚餐,两人的关系也因此日益升温,而在日常生活中,徐凯和谭松韵也是甜蜜满满,他们经常一起逛街,看电影,吃美食,享受着属于两人的甜蜜时光。 每当有媒体或粉丝偶遇他们时,都能看到两人紧紧相依的身影,甜蜜的让人羡慕。 徐凯和谭松韵的恋情官宣后,粉丝们纷纷表示支持和祝福,许多粉丝表示,两人无论是从颜值还是性格上都十分般配,他们的恋情简直就是天作之和,终于等到你们官宣了。 祝福你们一定要幸福,徐凯和谭松韵真的太配了,希望你们的爱情能够长久,看到你们这么甜蜜,我也跟着开心,期待你们未来更多的作品。 粉丝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留言祝福,表达着对这对新恋人的美好祝愿,当然,也有部分粉丝表示有些意外和不舍,毕竟,徐凯和谭松韵作为娱乐圈中的当红明星,他们的恋情一直备受关注, 如今两人突然官宣恋情,也让一些粉丝感到有些措手不及,不过,大多数粉丝还是表示理解和支持,毕竟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,只要他们幸福就好。 徐凯和谭松韵的恋情官宣后,也引起了媒体们的广泛关注,各大媒体纷纷派出记者前往现场采访,试图了解更多关于两人恋情的细节,在接受媒体采访时,徐凯和谭松韵都表示非常珍惜这份感情, 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,他们表示,会继续努力工作,为大家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,同时,他们也会珍惜彼此的感情, 共同经营好这段美好的爱情,媒体们还从两人的社交媒体上挖掘出了许多甜蜜的瞬间,比如,徐凯曾在微博上晒出一张与谭松韵的合照,并配闻最美的风景,是与你同行。 而谭松韵也在微博上分享过一张徐凯为他准备的晚餐照片,并感慨地说,有你在身边,每一天都是情人节。 这些甜蜜的瞬间,让网友们更加坚信两人的感情是真挚而美好的。 徐凯和谭松韵的恋情官宣后,娱乐圈中的好友们也纷纷送上祝福,许多与两人合作过的演员,导演都表示非常开心看到他们走到一起,并祝愿他们的爱情能够长久。 看到徐凯和谭松韵这么甜蜜,我也为他们感到高兴。 祝福你们一定要幸福哦。 某知名导演在社交媒体上留言祝福,而曾与两人合作过的某演员也表示, 徐凯和谭松韵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和人,相信他们的爱情也会像他们的作品一样精彩。 这些祝福不仅表达了对徐凯和谭松韵的美好祝愿,也展现了娱乐圈中友情的真挚和温暖。 在这个充满竞争和压力的行业中,能够拥有这样一群支持和关心自己的朋友,无疑是一种难得的幸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